大宝你咋的 四四夫夫夫的 你又下午当完子了 妹妹 今天你们三个在这屋吧 刚我在客厅 四几个团子在那屋 分辨好了 当完子可乖了 哪个猫跟他凶 然后他就老老实了 也不躲 然后也不走 妹妹你看我在哪 妹妹一见我站这 就觉得要吃了 看这个眼睛 被他们咬的 这是半夜谁偷吃的 应该是大宝 大宝就好干这个事 上回底下咬了 我缠了一个袋子 都干了 看来就是大宝干的事 又来了 又来找来了 大宝 在这儿呢 是找他的包 你看你咬成啥了 知道这是口 你也不按口吃啊 天天 大宝子啊 你也来了 来 先把这块先舔掉 给你们吃 还怕你妈妈 你妈妈不打你 你大宝子吓得 你看 你看你妈霸道的 那你吃 妹妹你都不能让你儿子点 蓝妹在吃的上面从来都不含糊 哎呦 终于吃到了 大宝子啊 小乖乖 在这儿等着呢 哎呦 小乖 还咽了咽口水 好 等我给它挤一挤啊 你们等一下 好了 终于挤出来了 先给妈妈吃 妈妈辛苦 好 给你大儿子吃点啊 嗯 当我指的 当我指的 这样就吃吧啊 有点乱 哎呦 就边挤边漏呀 好了 再挤点给姐姐吃的 哎呦 猫都比较喜欢吃营养高 但是也不用多吃 一天吃一截都可以了 好 再给姐姐挤点 大宝 喵喵 快来 大宝不想吃了 给妹妹吧 这儿 哎呀 妹妹高兴得要飞起来了 好了 这小舌头吃的舔的 你的频率也太快了 这舌头 好了好了 今天 营养高到此为止 大宝子熬的鸡汤 他每天晚上给他放一碗鸡汤 别的猫都不爱喝 就他能喝 好了 到会儿睡吧 晚安啦 下个小宝贝 呗 感谢观看